那今天的話是第五次上課啦 那我每次習慣性的話 會把前面每次上課的一個課程重點再回顧一下 那確保就是你是不是已經真的學會了 因為每一次上課基本上難度又會增加一些些 因為你會拜訓打從第一次比較簡單再到後面 然後會慢慢的比較偏重有一點VBA的部分喔 那其實這個VBA也不是你自己寫的 而是透過Charge VBA幫你產生的 那你會想說老師你為什麼上這麼難的東西 說沒有辦法因為你要解決問題 好像我當然會想要用簡單的方法啦 可是沒有的時候你就只能用這個VBA了啦 不然的話說真的用函數好了 我弄公式最後發現要放棄了 公式太攏長了嗎 即便可以但是也不適合 而且你即便寫出來喔 假設裡面有個參數要改的話 哇你覺得很麻煩 而且很容易改錯 那倒不如乾脆你就直接寫VBA算了啦 因為其實我發現有些同學有一些震動期 然後他可能一直在掙扎說老師我程式不行 我也沒學過 這東西對我來說太難了 那我到底要不要學 不過我後來發現其實最後你還是 以這樣的趨勢來看喔 好像不學程式喔 應該已經慢慢沒有辦法應付 你現在工作所遇到的問題 我覺得啦OK 以目前這樣來看的話 而且加上那個Big Data 大數據分析之後 之後AI的部分我覺得程式的依賴度越來越高 但是現在我們所講的 並不是說要叫你從頭學 而是說你至少會有個TrackGP幫你輔助產生程式 那你可能會需要學習的幾個重點喔 第一個就是你要學會如何問問題 我發現很多東西問問題不太OK 那怎麼問比較好了喔 那我也是在抓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所以我會把我的問題問的方式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你可以參考當範本OK 那如果其他你有發現更好的方法啦 我覺得你也可以用自己 比較習慣的方法來問 我覺得它其實彈性還蠻大的喔 那上個星期的話大概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把比如說有資料裡面的中文 像一段資料裡面可能有中文 有英文也有數字 那我要如何把中文的部分取出來 OK大概這樣 然後後面好像還有牽涉到幾個問題 就是數字部分 比如說一段文字當中 我要如何取出數字部分 當然呢我們也是請那個TrialGP幫我們寫出那個 當然本來是希望說請幫我寫出那個公式 直接問他說裡面有沒有 沒有Essale裡面有沒有函數可以解決的 後來我發現我還一直問 結果它一直產生的東西就是不能用 後來我乾脆直接怎麼樣 因為像這個問題喔 看起來好像只能用VBA 所以我就乾脆直接跟他講說 你幫我寫一個VBA的Function 制定函數 我現在發現寫出來的這個程式 直接來用 發現有Code OK可以耶 反而比之前的那個產生公式來的 我覺得快速 又能夠直接馬上解決問題 所以上一次上課的話 主要如果你遇到說 你一直問他問題 公式一直給你不對的東西 我乾脆直接就是請他幫你寫VBA的那個Function 那我前面講過了 VBA你們至少要知道 它兩種型態喔 一種型態是跟你之前用函數一樣 所謂的制定函數有沒有 Function 另外有一種是有點像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自己幫你把問題解決 兩種型態喔 OK 那至於哪一種型態 你比較習慣 我覺得這個你可以自己斟斟一下 哪一種方法比較OK 因為這個我覺得用的習慣就好了 那可能要花一點時間慢慢習慣 還有最重要 一定要實做 也就回去喔 我們上課講過的這個範例喔 你恐怕自己就要把這個範例檔打開來 也許一個空的對不對 你就試著從頭做一遍看看 如果你可以真的做出跟我一樣的結果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應該是有學會了啦 OK不然的話如果沒辦法 那表示說呢 你還是需要再學習啦 那如果有些細節聽不太懂的話 沒關係 把影片喔 我們這邊有個完整教學 你把它點擊嘛 上一次上課的影片喔 其實都在這裡 OK 有沒有 這邊總共有幾段影片 總共有八段影片 這樣應該蠻清楚的啦 其實我自己是還蠻習慣 就是一定要紀錄下來的人 因為如果沒有紀錄啦 很快什麼都忘記了 哪怕你只是昨天發生的事情 我看很多人都忘光了 而且現在 年紀越大 記性越差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 千萬 還是 不要太依賴你的記憶力耶 有的時候 怎麼樣 用一些工具把它記下來 我覺得會更好 OK 不然的話 好像有些事情喔 真的很快就忘記了耶 那如果說呢 透過一些AI 有沒有 透過一些工具 其實我回頭看看 好像蠻清楚的 不然的話說真的 一下過去喔 我也 像我昨天我在哪裡 昨天我才在那個仙台 日本的仙台 然後呢 不是 是昨天嗎 對 心情都變差 對是昨天啦 OK 我是半夜才回來的 OK 我去了五天 所以我今天 今天有空的時候 我在整理 到底我去過哪裡 有的人去哪裡 都會 忘光忘記 但我的習慣是第一個 我會打開那個 我的GPS定位 手機本身不是有那個 定位可以記錄下來 對不對 然後回去會看那個定位 然後第二個呢 我隨時走到哪裡 也會拍照 拍照的時候呢 他會記錄你在哪裡 幾點幾分 拍了哪些照片 這樣我回去呢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時間走 我可以整理一下我的時間走 然後把我去過的地方 再馬上可以回味一下 至少喔 去了就沒有白去 不然的話感覺好像去 去的不知道在幹嘛 OK喔 好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是同樣的效果 就是 學習的話呢 假設有一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那你就可以呢 自己再回去看一下 那上個禮拜 就是針對那個 資料裡面的數字 英文 那甚至有同學好像有用中文 好像也有遇到問題啦 不過是可以提出來討論的 OK喔 或者你有什麼新發現的話 那歡迎你也可以告訴我一下 好像有同學 滿 哇 滿認真的 每天在玩QRGBT 然後呢 當然QRGBT現在 版本舊的是3.5 新的是4.0 可是4.0 它也限制 像AI 它也要賺錢啦 所以說真的 它現在你一個帳號 它會限制你流量 比如說你問了幾個問題之後 很抱歉 你流量到了 不能用了 OK 那怎麼辦 對不對喔 就是你要付20塊美金 去升級成PLUS版本 你才有辦法 再用比較新的AI 不然怎麼辦呢 同學其實提供我一些方法 我覺得還滿好 但這個方法 可能不適合公開講 因為這個公開講 會不會 這個會不會被Youtube 所以我讚 所以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是 再來看另外一個題目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針對另外一個題目 請你到那個 亂白板第一個單元 那因為呢 網路上很多的開放 所謂的大數據 那其中的話 有政府資料的大數據 就是開放資料 那其中的話呢 我如果想要針對 比如說像那個 政府所提供的大數據資料 我想要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 以它提供的範圍 大概是104年吧 104年到現在大概113年 大概十年間 切到案件呢 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OK 那這個到底有沒有答案 其實有答案 比如說到底有沒有治安變好 那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到底台北市哪一區 因為有12區 到底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哪一區的治安最好 不過有一些 就有柯凡印象 一般是哪一區最差 你可能直覺會想到哪一區呢 好像我發現很多同學 直覺就想到什麼 好像想到那個有阿公店那一區是不是 真的很多同學都會說 老師那一區真的很亂耶 而且出那個什麼 蒙甲那一站叫什麼 萬華龍山寺 龍山寺 一出來就濃濃的尿燒味對不對 而且出來感覺周圍的都很特別的景觀 但是不是其實你可以發現 其實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那答案是怎麼樣 你不能用猜的啊 因為以前的大數據 就是靠老鳥的智慧 所謂老鳥智慧 你已經很資深了 你超過20年30年 你有經驗 但問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撐個20年30年嗎 所以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大數據分析 那這怎麼做 那還有哪一條路接 或者接或者到的切到案件最多 答案是怎麼樣 那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剛好台北市政府他提供啦 所以網址在這裡 那這個我只是挑一個 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範例喔 那你說政府平台裡面 開放資料有多少個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點擊啦 這個資料集裡面 全部的資料呢 總共total算起來 應該我記得好像超過6萬個啦 那各縣市也有像台北市就2000多個 新北3000多個等等的 那諸如此類的資料啦 我是提供其中一個 叫做台北市的住宅切道的一個分析啦 所以 那怎麼去取得資料 第一個 它這邊有個下載 所以你們可以先下載什麼 一個CSV 那這個CSV的話呢 你們等一下先把它下載下來好了 把它打開喔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它會利用Excel 就直接把它打開 雖然是CSV的檔案 但是預設的軟體是用 這個所謂的Excel 那其中的話呢 我想要知道有三個問題的答案 我剛剛有秀給各位看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是 到底 歷年的切道按鍵有沒有變好 那怎麼如何 從資料裡面看出問題的答案 其實也蠻簡單的啦 第一個問題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編號呢 我要按Ctrl向下 總共有幾筆呢 這邊有顯示 3850筆的住宅切道資料 那這邊第二個欄位的話 是按類型 這我覺得跳過 第三個是發生日期 有沒有發現 日期部分的話 它這個地方就有年 不過它的年是民國年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想要知道 歷年的話很簡單 請你在第一欄的地方 選一下這一欄 按右鍵插入好了 這邊的話多一個欄位名稱叫年好了 也許我們需要一個年 也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什麼 把年的資料提取過來 去統計它的數量 這樣我就知道說 各年的數量有沒有增加 OK 所以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各區 這個把它拉寬一下 選一下點兩下就可以 然後呢 第二個是哪一區 那所以我這邊 加一個第二個欄位叫區好了 所以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就是說呢 我直接把區的這個訊息 取得的 剛好它區是在第四個字取三個字吧 所以你這邊可以用MID函數 那最後一個問題可能比較難 因為我要取得什麼呢 哪一條路 或哪一條街 像第一個資料是廈門街 那如果我只要取得廈門街放在這邊的話 那下一個是萬寧街 那下一個是中校東路 它會有一個固定的規則啦 什麼樣的規則 所以你要把這個規則給找出來 它這個規則還蠻複雜的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廈門街前面這個字有沒有 是區 有沒有 可是呢 萬寧街前面是裡 然後一直到底下 有沒有 這個是裡 這個也是裡 有沒有 那這個也是區 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是0 所以你會發現 歸納起來 你要取得的這個 那條路或街或道的那個名稱 它前面可能會有三種可能性 要不就是區 要不就是裡 要不就是0 那其實理論上 應該順序的話應該是會有0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要先從0開始 因為0比較少 比較稀少 再來是裡 再來是區 所以我要怎麼樣可以知道說 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那尾巴這個字的位置 可能有三種狀況 它可能是街 可能是路 另外有一個可能是道 為什麼 因為可能有什麼市民大道 或者是什麼 凱達格蘭大道之類的 那所以我如果要把這個資料取到H欄的話 那這邊多一個欄位 也許叫什麼 路 街 道 OK 那所以呢 請各位先把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想想看 這兩個欄位比較簡單 第三個可能比較複雜 因為如果你假設 沒有產生這三個欄位的話 很抱歉 你沒辦法統計 那其實如果你要統計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樞紐分析表 真的兩下就做完了 OK 所以什麼統計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然後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